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台湾的政府认为我们电是够的 那我们只能相信它了 但是我们同时会尽量努力帮助它 让这个promise是能够达成 台西电是否有足够的除电 能应付台湾电厂被破坏的状况 过往的回应是说 有柴油发电机会不会停止生产 现今台南扩厂有打算装设太阳能和除能设备吗 如果台湾电厂被破坏的 这我不知道您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是战争的话 覆巢之下无完软 没有人能够对付的 电的输送有一些mal function 有一些出状况之下 那我们的发电机和这个UPS 就是停电装置是可以应付的 那我们的柴油发电机有另外一个方形 就是台湾如果缺电的时候 缺电的时候 经济部就会要求我们柴油发电机开始开动 所以我们柴油发电机就可以开动 大概暂时可以对付10% 20%的缺电的状况 但那只是一个短期的应付方法 不能够应付台湾电厂被破坏的状况 只是到今年虽然公司目前为止 仍然在度过一个产业中 库存过多的调整时期 但是随着我们客户库存的逐渐降低 同时我们也已经看到某些市场的部分 终端需求逐渐回升的现象 所以虽然我们可能有少许的负成长 但我们公司已经准备好迎接明年开始 台积公司下一波很好的成长 我们台积公司积极致力于各方面的发展 制程技术 制造的技术 人才发展 还有海外布局等等 其中各个努力所不变的目标 就是持续地为我们股东创造最大的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